吃虧便宜 不要以為是吃虧了 當你甚麼都肯做 你又有剛才我說的軟技能 見到上級 你會令他開心心 學習、升級 甚至你自己出來做生意 跟別人談生意成功機會 就會大很多 范紅玲,醫院管理局主席 她上任後隨即領軍抗疫 這年半以來她有甚麼深刻體會 她點化解當中的爭議 香港人口老化 公營醫療系統如何應對這個重大挑戰 放寬海外醫生來港執業 是否可行 近期醫護人手流失率上升 原因是甚麼 怎樣令公私營協助計劃發揮最大的果效 歡迎收睇行全錦然 我們今天請到的嘉賓 被稱為打工皇帝 高薪厚職 但他又放棄在商界賺新銀的機會 亦出任了很多公職服務社會 他就是醫管局主席范紅玲 主席你好 歡迎你 大家好 你說到將來發展 我們有新的醫院 有智慧營的醫院 父母一直都提升 但這樣可能會影響到吸引更大的需求 所以你提出了三條線去舒緩的情況 有一條線你有沒有想到 就是收費 收費 你之前也舉個例子 工和施的差距是非常之大 那裡如果調節會否有影響到 或者在供求上會否有幫助 收費我們也詳細研究過 但是我最後覺得 今天我們要做可持續發展 收費那裡是幫不了手的 理由就是 收費現在如果在公立醫院 是有錢的人 即是給得出的人 他可以住頭等房 他可以指定醫生 他的收費已經跟私家醫院看齊了 即是如果你去馬里醫院找個心臟科專家去開心 你一樣要給幾十萬 然後一樣要住頭等房 你一樣要給每天多少錢 那個價錢跟私家醫院是差不多 好了 但是普羅大眾 你看到現在的收費差距很大 例如你在中環看過空肺科醫生 可能要2000元 就算你去觀塘或租高一點的地方 可能都要1000元或者800元 看看 但你回來我們這兒50元 所以我問你教授 要加多少倍才有作用 而且我覺得對一般市民來說 醫療,很多人都沒有預算 即是我的病已經是很慘的事 你還要收費 令私家醫生看齊或加多一點 其實是變相逼他們去私家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政府應有的福利政策 現實的倍數差太大 50元,難道加10倍嗎? 加10倍500元,很多人付不出 如果50元加到60元,影響不大 所以我們已經將緊急服務加了 試過一次,以前更便宜 現在加到180元 希望有些人怕,如果不是嚴重 你不要來醫院,去看私家醫生 我相信其他專科病 要我們繼續用加費減低需求 效果很微 除非你真的大幅度加到和私家一樣 但這不是我們可以推行的功能 他去私家,因為他打算入急診室等5個小時 等8個小時,他不等了 他去而已,就不跟錢有關 等那裏,當然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 因為當你的症狀太多時,你必須要分流 但我們分流,嚴重的病人是立即看的 有生命危險的人立即看的 如果要等久的病人,通常會不舒服 但情況比較輕 我們亦有數字看著,等8個小時以上的問題 剛才主席一直很詳細跟我們分享 幾條線,怎樣做系統舒緩 但仍然有一個問題 究竟現在公營的一個醫院 醫生不足的情況是否很嚴重呢 你看到,剛才你也說過有醫生轉去私人執業 其實香港是否真的可以舒緩到 現在前線公營醫院的人手不足的問題 有否想過,即是說增加海外醫生 是,增加海外醫生 政府現在也在改例 讓這個醫生回來 但軟水就救不了近火 當然我們是支持政府這個政策 或者上漏長結果,能頂為幫助 可否更加大刀扶斧 對,大刀扶斧去做這方面 我相信政府,第一步是先讓香港的永久履民回來 進一步,對否 müssen開放到非永久履民 我個人是持開放態度 我個人是持開放態度 íveng 因為如果看到外國的很多例子 新加坡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們都是折納,不是他們自己的醫生 因為其實很划算 你培訓一個醫科生要很多錢 如果別人自己讀了,或者外地培訓 他肯來香港執業,我們應該歡迎 所以我自己對這個持開放態度 不過我覺得有兩個先決條件要遵守 第一就是本地畢業生要先聘請 請外面的醫生,不請自己的醫生 這是不會的 第二就是醫療水準要保持 因為我們現在的醫療水準是來之不易 我們現在的男女壽命全世界最高 這是來之不易的 一定不要讓這個受影響 在這兩個大前提下,我覺得是可以開放多一點 至於我們醫管的流失率 我亦都特地請我的同事做了一些最新的數字 這個數字令我覺得有點擔憂 發覺最近這幾個月,流失率是加快了 舉例,以醫生為例 前年7月1日至6月30日,流失率是4.9% 流失率已經高了 護士情況更差 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底 護士流失率是5.6% 但由2020年7月1日至今年的6月30日 已經去到6.5% 原因呢? 你有否找過私人質疑或移民? 原因呢? 因為我們離開人,沒有一個統計是甚麼原因離開人 你會問他 你會問他 你為甚麼要走? 做一個統計要了解政府 我們當然會 但第一,他們未必每個人都會說事實 尤其是如果用BNO移民 我不相信他會告訴你,我是用BNO移民 但我們亦都可以從其他數據推斷到 有一部分是移民 因為移民是有些事情要做的 例如你會要求我們給你很詳盡的服務紀律 或是你會要求我們幫你提早報稅 因為你要離開,稅局有些潛規規定 我們看到,我們肯定有這個流失率的增加 一定有一部分是移民的 但是具體數字多少呢? 我們就沒有這樣的統計數字 我也聽到有些同事說 有些例如麻醉科的醫生 他不是移民 但是因為私家醫生有麻醉科醫生移民 就在滑角請他們出去 我亦都聽過這些有名有姓 我相信這些全都是真實的 所以整體來說 我們的人手流失情況 隨著現在香港故事慢慢穩定 病人慢慢增加 那個流失率我自己看見是增加的 但是在外籍醫生輸入那裡 我經常想有沒有機會比較上大都闊闊一點 譬如一個婆婆 她有事或者她要看專科的 她去你下面醫院 會告訴你什麼樣東西 都要等18個月後 實在等太久了 你問我婆婆說你沒有醫生看18個月 還是找一個外籍醫生看看你 你會選哪一種 我明白 但這不只是一個外籍醫生的問題 而是我們整體如何達到可持續發展 所以剛才我說 我們其中一部分 一個我們現在打算做的 就是會和加強公私營合作 例如你剛才說的照鏡 我們可以增加外判給世家醫生去做 這方面我們現在有個政策逐步推行 我們可以說是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如果是必須和緊急的 即是我們自己做不切 必須和緊急的 我們就立刻轉出去 在疫情的時候 我們已經增加了八科 這類的東西 包括包覆產子 包括軟癌治療 因為我們自己要應付新冠病 我們做不切 這些全部由我們付錢 然後病人轉出去私家醫院去做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選擇性 病人可以選擇 他可以選擇在我們這裡排隊 他也可以選擇轉出去 但是他需要負擔這部分額外費用 例如白內障就是一個例子 你可以選擇在醫院等 可能要等一段時間 你也可以選擇可以快點找私家醫生做 但是我們津貼一部分 他自己要給我一部分 這是第二種 而第三種 我們現在預備開始推行的 就是專科的共同醫治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 共同醫治的意思 就是覆診病人如果是病情穩定了 我們可以推薦他去見我們指定的私家醫生 但是過去的經驗就是 病人進來之後 他就很不想出去 理由很明顯 他在這裡三位一次複請 六位一次複請 不要緊 有什麼大事 隨時可以回來 如果他轉去這個意思 他不知道將來你醫管會怎樣 你到時割清關係 他大病的時候要在外面付錢 又不怎樣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模式 叫做共同醫治 共同醫治的意思就是 跟病人說 如果你轉出去 第一你不用等那麼久 你不用等那麼久 然後當你有大病的時候 我們有個安全網 隨時他可以回來 不需要再等 我們就用這三管齊下的方式 去推動公私營合作 公私營合作 我們由2008年開始已經做了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我們做得不夠快 也不夠多 理由是多方面的 因為有很多顧忌 我們同事有管治的考慮 同事又會考慮說 你推出去 更加多醫生跟出去做 很多那類的考慮 但是我相信現在 現在隨著我們這個可持續發展 要推 這件事是事在必行 而且我希望可以盡快推出 我們今年稍後的時間 就會推出共同醫治的方案 希望在這樣的 有安全網的情況下 多一些病人會肯出去 如果專科門診 覆診病人減少 我首次輪候的專科人龍 可以短一點 可以短一點 因為那個已經去到社會 不能接受的階段 已經去到百多人 即是說得比較壞 即是死歸了都未能到 所以這個等候時間 我可以跟兩位教授說 將會是我們未來這幾個月 專責優先處理的項目 今次疫情又是一個機會 疫情以下 不能再讓病人一早來等 然後醫生又不準時到 希望可以透過手機程式去解決 通常看病後 要再等藥 我們現在積極想 那些藥可不可以送給病人 只要他肯給多一點費用 五十元、一百元 你就不用再等幾個小時 等取藥 我們就找人送到他的家 給他 或者送到寫字樓給他 或者我們亦都跟一些 好像萬人一樣 現在正在做 他可以去萬人運用 希望多管齊下之下 可以將這兩個輪候時間 都要改善 一個就是排隊的時間 你排百多星期 你想想 第二就是看醫生的時間 這兩件事我都希望可以做到一些成績出來 主席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人說 香港要跟大灣區融合這件事 那個融合 我們很多時候想 醫療系統有沒有一個摺軌 或者融合的情況 因為大家都會看到 如果融合的時候 是不是等於說 大灣區很多人 都可以使用到我們香港的醫療系統 如果是的話 我們承受不起 我們承受不起 即是有問題 這個 站在醫管局的立場 我們對大灣區現在的計劃是怎樣 我們就是希望 隨著大灣區的發展 隨著香港市民 越來越多人會去大灣區住 無論是工作也好 退休也好 就可以將我們一部份的病人 分流去大灣區 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就會透過我剛才說的公私營合作計劃 我們就可以在大灣區 買些服務給香港的市民 這就是我們現在做的事 就不是說 再由醫管局或者香港私家醫生去那邊執業 這個我們做不到的 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 希望可以增加我們在大灣區 購買醫療服務給香港市民的機會 最近又是疫情 有機 疫情之下 深圳醫院盧總盧教授 他幫我們接了一部份病人在那邊看 到現在為止看了二萬多個症 進展都很順利 將來如果中大遲些會有醫院 中大現在都想起醫院 將來甚至大灣區其他也有很多三甲醫院 如果將來有五十萬人 一百萬香港人去那邊住 他不用每次回來香港看醫生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 就將我們公私營協助 推到大灣區 那就減輕我這個負擔 那就符合我的可持續發展原則 專職人 其實很多年青人 你會看到成績好的都說去做醫生 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獨醫做到醫生 如果年青人又很想在公營醫療系統服務 你有沒有一些建議 他們究竟有沒有機會可以在這部份做得更加好 大把機會 我們現在科科都不夠人 醫生不夠人 護士不夠人 這個大家都知道 專業醫療師我們都不夠 例如放射師我們也不夠 職業治療師也不夠 物理治療師也不夠 甚至視光師我們也不夠 所以我也想和你們大學提一提 你們以國雅為主 遲一下開開這些科 我相信會很受歡迎 因為我們人永遠都不夠 現在供應很少 我知道理大有做 但我覺得恆大是一個很適合的私家大學 可以做這行業 因為你們聲譽好 那些學生對你們有信心 多謝 所以你說不一定要做醫生 所有做其他工作 做這行業的好處就是 職業是很有保障 通常起床點都比我們一般 以前我們畢業的時候做MT 有很多 高幾倍 這要有保障 第二 還有工作已經很有滿足感 不過有幾個條件 我覺得那些同學要留意 第一 想清想楚 因為每一個行業 這個專業 他都是很專業 所以訓練的時間會很久 如果中途變卦 你會損失很大 你又要從頭去商學院再讀過 那就是大件事 想清楚 想清楚 第二 當然你的硬技術要夠 你要自己做得上 這個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做到 但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有兩點很重要 第一 做事一定要勤力 因為是辛苦的 尤其是香港公園醫療系統 病人的數目 你真的做不切 你不用打算有休息 還有當你初初出來做 受培訓的時候 千萬不要說 這些東西這麼低級的東西 叫我做 每一行出來都是低級的 我讀雙科出來 初初是 頭幾年做MT的時候 影響為主 影響得來就坐在旁邊 聽別人怎樣聊 在這裡學習 不要嫌棄那些工作低級 而第三 很重要 做這一行的人 一定要有很強的軟技能 即英文所謂Soft Skills 軟技能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 第一 要有人的溝通 溝通的能力 第二 要有同理心 因為這個是一個 以人為本的服務 舉例 你當放射師 你可以很成功 技術上 你只要懂得看片 你拍攝什麼 很強勁 但那些老人家來 通常拍完之後 就喜歡問問你 我有沒有事情 對 你死定要跟他溝通 問醫生 規矩是你不能告訴他 如果你說 你問衛生 或者這個不合我 那你就死定了 如果你可以跟她說得柔和很多 阿婆,照我看都沒有什麼事 不過我沒有什麼事 你穩陣一點,問醫生吧 你問醫生 那類的事情,這些同理心 就是令到你決定一個人做這行的成功或失敗 你只懂得硬科技是不夠的 我自己接觸,我覺得我們醫院大部份的同事 這方面都是合格的 但是偶爾我們也收到投訴就是這樣 因為可能她真的忙到你還在問長問短 會有這些事情 所以年輕人入行之前,我就勸他們 第一,你要想清楚 不要在中途讀了才發現原來這個我都不喜歡 又對著這部機器 最好去找的地方試驗一下 第二,入行的時候不要怕辛苦 而第三,就一定要有軟件 所以方向就非常之重要 主席,來到這裡 你有沒有什麼根據要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從小時候,我媽跟我說那句說話 我自己覺得很受用 這句說話就叫做 吃虧就是便宜 你不要怕吃虧 你不要怕吃虧 我自己覺得我出來一路 因為我是完全沒有背景的人 就在大學畢業讀完 然後就進去做培訓生 慢慢一步一步去做 當你一出來的時候 初期有很多事情 如果你說自己去看看 常常有很多人 你會覺得被人欺負 例如有些人問我做 為什麼要做 或者晚上開會 你又要去負責浸茶遞水 但是這些就是吃虧便宜 你不要以為是吃虧了 因為當你真的做那些事情的時候 第一,人家對你有好感 第二,你不會永遠都影響 當你什麼都肯做 你又有剛才我說的軟技能 就是見到上級 你會讓它開心心 待人接物是可以做到的 自治前面,學習、升級 甚至如果你自己出來做生意 跟人家談生意 成功機會就會大很多 所以吃虧就是便宜 這句真是禁句 我們今天很感謝主席 你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香港公營醫療體系的種種挑戰 多謝大家 多謝你 多謝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這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 如果按這個小鈴鐺 或者是流行幾公元 一般的小鈴鐺